大家好,我們是蓋栽培 這就是我們這次專題製作的主要作品 可以看到我們瓶蓋是直接採用市面上的瓶子 在完成之後就可以馬上套用到瓶子上面使用 不需要做尺寸的修改 然後我們瓶蓋的設計材質是用PE材質 並且目前是使用壓克力加工 然後是用車床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探討到植物的種類 我們使用青江菜跟香乳葵種子 因為這兩個都是全年皆可播種的種子 沒有根齊的問題適合產品的使用 我們利用的是水根法 因為水根法不需要土壤 緊張把介質放在這個部分 就可以澆水長出 等到根長出後會從這個小孔竄出 接觸水面之後便可使用全水根 介質的部分我們使用椰子纖維 它是一個純天然的纖維介質 它有高透氧以及天然營養素的特性 非常適合植物的耕種 由於是水根法 所以一定會需要用到肥料的部分 肥料我們使用花寶二號 僅需少量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等到它可以完全水根之後 就不需要再用肥料了 僅需在剛開始的階段 我們先在內部添加一點肥料 就可以了 使用順序是 首先我們先將上磨撕開 種子以及介質會在裡面 我們澆水 並且把它拴上 等到牙長出之後 根會從底下冒出 所以我們需要從下面的部分 把下磨撕開 讓根從底下串出 等到根可以接觸水面 大約約這麼長 我們就可以將水加到這個高度 並且讓根接觸它 就不需要再澆水了 它就可以達到完全的水根 而水根法的好處就是 非常的乾淨 而且方便又快速 而平體的設計也讓我們可以 非常方便利於換水 我們只要將它轉開 就可以進行換水 然後再把它改善 非常的不遺餘力 並且非常的方便 不一定替我們採用玻璃的材質 因為它有美觀的特性 而且它耐化學 還有它可以長期的使用 符合我們產品的目的 而產品的植物使用完之後 我們會留下這個容器 它也不需要被直接拿去丟掉 我們可以再將它放到其他的植物 將其他的植物插入 我們就可以達到更多次的利用 多次的利用將這個產品的使用 就可以提升 達到我們想要減肥的環保目的 多次的利用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